我 我买东西啊 所以回来的比较晚 你今天是不是跟房城在一起 你好端端的 干嘛提人家房城啊 我看见了 看见你们两个在这儿上的车 有说有笑的 你们俩是不是有事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啊 拿来的钱买这些东西 我 我 我 就 说呀你 我说我说 我是 是 是强威给我买的 强威给你买的 我下午看见强威了 强威在家呢 他哪给你去买钱 我 我们上午见了面啊 他凭什么给你买东西啊 之前他 他不是离家出走吗 我收留他 他就让房城来接我 请我吃饭还给我买东西 说要感谢我对他的大恩大德 你跟他见面需要穿得这么花里胡哨的吗 我 好歹人家也是有钱人 我总不能吐了吧唧的 穿得不体面就去了吧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 真的 你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在街上多不安全啊 赶紧回家吧 我去药铺了 慢点啊 好险啊 差一点儿就完了 不行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得抓紧时间 跟这个大王醋离婚才行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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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走这么快呀 我 因为我着急呀 所以我的脚步 就不由自主加快了 这山路这么陡峭 你走了这么久 怎么一点也不喘啊 因为我跟展大爷学过气功啊 所以我的体力特别棒 这 这气功有这么厉害啊 当然了 那回头你也教教我吧 好的 那 我们走吧 我 我实在走不动了 要不然 你拉着我走吧 休息一下吧 下午再继续为娘针灸 这些天来 娘还没有什么起色 我真的担心 我不许你这么说 滴水都可以穿石 更何况是人呢 娘现在 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她康复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啊 你再喝些茶吧 这样可以补补器 我帮你 顾大夫 房长 你怎么来了 顾大夫 其实老太太生病以来 我早就想来看她老人家了 可是这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今天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来 我来看看她老人家 我给老太太带了些礼物 那天我去医院的时候 你不是在医院吗 你去过医院 对 我本来想去看看她老人家 可是我怕她生气 所以 到了她的病房门口 我就没敢进去 别界外了 这件事情 是个误会 谢谢顾大夫的理解 谢谢 那她老人家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我 能到她的房间看看她吗 好 跟我来 顾大夫 我 娘 我娘还是这样 你只昏迷不醒 是吗 老太太 我 你只能看见她 方成来看您来了 老太太 说起来 这其实都是我的错呀 平日里我老让您生气 您才气坏了身子 你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老太太 如果这回 我能留在您身边 好好伺候您 也许您就不会病倒了 这都是我的错 老太太 我求求您醒过来 顾家上上下下 老老少少 都在等着您 只要您能醒过来 就算折我十年寿都行 老太太 我求求您醒过来啊 老太太 老太太 死老太太 没有今天是你活该 那么最后就一直这么说 永远也别醒过来 老太太 哪怕您睁开眼睛 看我们一眼都醒啊 老太太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认为你老人家生气了 老太太 求求您醒过来啊 老太太 大哥 我是你们之前的合作商 你肯定见过我的 你就让我进去见见何老板 好不好 谢谢了啊 不行 没有老板同意 我不能放你进去 他如果怪罪下来 我得放我难保啊 走走走 我跟你们老板是老相识了 你就让我进去见一下嘛 不管你是谁 走走走 一样 大哥帮忙 别为难我了啊 帮个忙通融一下嘛 快走 走啊 skies 万一 你 你 找 老板 何老板 你好你好 是我呀 韩冲是吧 您还记得我啊 我这有点冒昧啊 刚才您这个门卫大哥 也不让我进去 我给您打电话 您也不接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现在我已经不在清源堂做了 但是我想 咱们两个之间 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啊 您给我一些药 让我给您做代理吧 怎么样 我只跟房成做生意 既然你不在他那儿做了 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做的 别啊 我的中药代理权 不可能交给你 何老板 听我说 不是 何老板 我 我这个能力 您是了解的 再说了 您跟房叔做生意 可跟我做生意不都是做生意吗 何老板 你给我给机会吧 走啊 何老板 你没事吧 家瓶 家瓶 谢谢啊 没事没事 我送你回去吧 走吧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你随便坐 我去洗个手啊 好嘞 我 什么地方这是 这是人住的吗 这怎么还露雨啊 怎么样 挺好的吧 这怎么还漏雨啊 也不休一下 这不是昨天下大雨嘛 坐坐坐坐 坐啊 坐 你说你放着 我家好好的地方不住 怎么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住啊 这不是想自己创业重新开始吗 又没钱 所以只能租这种房子 不过挺好的 白天当办公室 晚上当卧室 你看 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喝杯水吧 好 只能喝冷水了 没事 吃 正好渴着呢 喝吧 对了 韩冲啊 我买了饼 两张 分一张 你不够吧 让你吃你就吃吧 谢谢啊 吃吧 真好吃 对了 我话说回来了 你说 你在股价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地方住 那为什么非要 自己打拼创业去啊 不瞒你说 我呀 早就想自己创业 不过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一没本钱 二没本事 所以啊 就只能想想了 我跟你才不一样的 我是个孤儿 从小无依无靠 所以啊 只能靠自己 我妹妹知道你住这儿吗 不知道 对了 你千万别让她知道啊 为什么 你别问那么多了 总之你别告诉她 说说 你那个自己创业 有什么打算 要做点什么 我能不能帮你啊 我还能做什么呀 药材买卖呗 从小在股家 也只学了这个 我爹也是做药材的 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多少也懂点 对呀 任冬他爹不就是 做药材的吗 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咱俩以后 可以多交流交流 先不说这个 你看你这房子 得好好规置规置 多放几个柜子 你看你这漏雨 你也不管了 这窗嘛破成这样 你也不休一下 木槿只能这样 先坚持一下 等以后 有钱了再说吧 那不管怎样 你也得装啊 什么 韩冲去找你了 我早就劝他不要离开 可他就是不听我的劝告 说实话 韩冲可真是个好人才 要不是考虑你我之间的交情 这代理权啊 我还真交给他 你真不应该同意他离开这儿啊 说得是啊 我也想劝他 早点回到我身边 所以何老板 您还得帮我这个忙啊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尽管开口 来来来 先喝茶啊 来 忍冲 你看怎么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烟呢 快去看看 好 忍冲 五号口鼻 烟是从这里冒出来的 水 水 哎呀 我的药啊 大爷 大爷危险 危险啊 丫头 你怎么来了 要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我可想你了 我也是 对了 你们这两个人啊 居然 把我的草药给毁了 什么 草药 丫头你忘了 草药采回来以后 都要烘烤备制的 我 我忘了 恕我太着急了 我以为是着火了呢 好了好了 你那么大老远来看我 我不怪你 湛大夫 您最近可好 当然好了 我呀 就喜欢这种啊 闲居的生活 在山野里自由自在的 不过 这次我回来以后啊 我就想这丫头做的菜 想得我流口水 我好几次啊 我都想下山去 把她抓上山来 给我做饭吃 但是她的青春啊 不能耗在这山上吧 所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在 看到你们两个 终于谈恋爱了 我很欣慰啊 大爷 您别这么说 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什么好朋友啊 谈恋爱就是谈恋爱 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干吗呀 没有 难道 是谷家那个交通的大小姐 从中作梗 不是 您别问了 我这次上山来 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说 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我告诉你们 我已经眼居山林了 外面世界的事啊 跟我没有关系 我唯一的遗憾事啊 就是丫头啊 今天没有考上中医大学 湛大夫 这点你不用遗憾了 因为任冬 她已经考上中医大学了 任冬考上中医大学了 对啊 你不是错过了那考试吗 谷大夫跟中医大学的 李校长说了一声 让我破例参加了考试 那你现在就是大学生了 太好了 丫头 恭喜你了 谢谢 太好了 没想到 那个老顽固啊 还有同情达理的一面 是啊 谷叔叔跟你一样 他也很疼惜人才的 他也希望任冬 能够考上中医大学 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夫 能够记事就人 帮助别人 大爷 我们这次过来 也是为了谷大夫的事情 那个老顽固 不 他能有什么事啊 不是他 是谷家奶奶 谷家奶奶得了脑溢血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老太太得了脑溢血 嗯 谷大夫就治老太太多日 但是一直不见起色 所以呢 我就自作主张 过来请您下山 帮老太太医治 是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谷风那个家伙 他就是个老顽固 他为了维护他们谷家一脉相传的医术 他肯定不会让我帮忙的 再说了 以他的医术 要治好谷老太太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们哪 草太多心了 我们知道谷大夫的医术高明 也相信他的医术 可是他现在救治老太太 把自己的身体也累倒了 他都累倒了 谁来救他们两个呢 你这个丫头说的也是啊 你都来找我了 这次啊 她不让我帮 我都得帮 丫头啊 救人如救火 你们两个帮我收拾东西啊 我先去谷家了 好 太好了 走 走 王大哥 把这包子撑了 就给老虞他们送去 好 爱意 对 这俩孩子到底上哪儿去了 却这么久还不回来 急死人了 陈大嫂 这事怪我了 我今天一着急 也没跟你们商量 就让两个孩子去了 我说王大哥 您这么做一点都没做 本来我也想让那个 忍东啊 去找展大夫 这还没说呢 让您先说了 那就让忍东自己去找展大夫啊 郑定没事跟着去干吗 这忍东也是 到底给郑定灌了什么迷魂药 成天缠着他不放 王大哥 您先忙着 先忙着啊 好 好 好 是 郑定啊 去找展大夫 那也没错啊 你不是一直想要郑定和谷家 可以结成亲是吗 如果郑定上山 把展大夫给请下来 治好谷老太太的病 这对结亲不是好事吗 也对啊 还是你聪明 好了 弘历 你先回家 把房间好好整理一下 等那个展大夫一下山 救助咱们家里 好 那我先去了 知道了 你也早点回来帮我 知道了 走了 王耀 王耀 我要跟你离婚 这 你 胡 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呀 我要跟你离婚 你 怎么回事 不知道 走 干嘛走啊 干嘛呀 出去说 我要跟你离婚 出去说 别拉我 这 你拉我干嘛呀 别拉着我 你放开我 我要跟你离婚 你抽什么风啊你 大白天你神经病又犯了 是不是 还跑到这儿来闹离婚 你神经病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干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受够你了 我受够这种贫贱 负贴百事哀的生活 我不想要再跟你在一起 以后我们两个 互不相干了 备贵 霍汐 这事是不是跟房辰有关系 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跟房辰有奸情对不对 我们能有什么奸情 你不要乱说啊 是 房辰那么大个人物 怎么能看上你这种女人呢 奇怪 你就是一天到晚爱白日做梦 我 我什么女人啊 我可告诉你啊 房辰跟我说了 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我说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我没有 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我们没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没在一起 我觉得我挺好的 他怎么就不能欣赏我啊 你脑子有病啊 他欣赏你 人家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你是三个孩子的娘 他欣赏你啊 他瞎了眼了他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感情可好了 我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人家是你和房辰生的女儿 对吗 对 人家是我们两生的女儿 怎么了 何修啊 何修啊 你把我当什么人 你们干嘛的 把我当什么人啊 何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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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子哥 郭兄 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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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何修啊 干嘛 你又打我啊 何修啊 何修啊 你冷静地 王阳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要去追寻我自己的幸福 你少说两句 别在哪儿回家 别这样 让开 何秀 放开我让开 王阳叔 回来 王大哥 你们把我做什么呀 你冷静点 何秀 来 先给我回家 二十年了 你去走啊 来 王大哥 坐下 行 行 行 来 行 来 行 行 二十年 二十年了 他今天就这样对我 你消消气啊 来 喝口水 快喝口水 我们夫妻俩啊 要跟你说声抱歉 我们早知道那房成 有一个女儿 但是也没想到 他的私生女就 就 就是任督 没想到任督是 房成跟王的 陈老板 你们早就知道 他跟我老婆有奸行是吗 你们两口子是不是 可是早知道我媳妇 跟那个王八蛋有奸行 是不是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别误会了 房成那会儿 去北平办事之前 他抱了个女婴 曾拜托我们照顾的 但那孩子到底是不是 他跟王大嫂的 我们并不知道 而且也不知道 那孩子就是任东啊 我们也是才知道 不过房成 从北平回来以后 他就把那孩子带走了 他把孩子带走了 他把那个孩子带走了 就应该他和那个孩子 生活在一起啊 那我们 从来没听说过 他有个女儿 说到这事啊 我还纳闷呢 当时啊 我还问过那个房成 我说那个女婴 后来怎么样了 结果呢 他跟我讲 那女婴已经回到家里面 家里人照顾得很好 所以呢 我就没再往下问 对对对 我哪知那女婴她 她 她就是任东啊 我们也是才知道的 所以你千万别误会 说到这 我们还真的觉得是很抱歉 当年 富贵还不小心烫伤了那个孩子 害得任东现在手臂上 都有块疤 我们真的是很抱歉呢 谁手臂上有疤 我们家任东手臂上没有疤 没有 王大哥 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您好好想想 那任东 那左臂上 他没有疤吗 没有 我们家任东手臂上没有疤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你当年烫的 不是任东 要不是任东的话 那王大嫂干嘛自己承认 我记得你明明 是烫在左手臂的嘛 这事我怎么越听 越糊涂了呢 不是 王大哥 你确定 任东这左臂上 他没有疤吗 可是你那会儿 明明烫伤了那孩子 是 陈老板 陈大嫂 我求你们件事 您 您说 关于任东的这件事情 帮我保个秘好吗 好好好 这你放心 您放心 王大哥 您放心这事 我们一定会保守秘密 不会让外人知道人多 是个私生死的 嗯 是 是 是 来 来 喝口水 您真的愿意把你们公司的 药品代理权交给我啊 没错 何老板 这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 我 你可以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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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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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送啊 怎么办 我自己所存的钱 连零头加起来 也只有三百多万 我要怎么才能筹到 这五百块的保证金呢 对了 我还有那枚金戒指 可是那枚金戒指 是我想跟忍动求婚才买的 如果我拿去典当那不就 我还在期望什么 我跟他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不如我就把金戒指拿去典当 还可以换取一些保证金 到 展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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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呀 我得先去通知古大夫 老太太房间在哪 在那 在那儿 在那边 你要干嘛呀 秋月 你在这儿傻站着干嘛呀 展大夫来了 展大夫来了 他人呢 他去了老太太房间了 快去通知我爹啊 哦 他怎么会来这儿呢 你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给我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就是个老顽固你知道吗 老太太病得这么严重了 你怎么不叫我一起来 一块医治他的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 治好我娘 不需要你帮忙 什么你 展大夫 古大夫 古叔叔 阿姨 阿姨 大爷 古风 我知道你能治好老太太 可你也知道 老太太的病 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 她病情随时变化 你得随时盯着 你看看你那疲惫的样子 你还能撑多久啊 等你病倒了 谁管老太太 谁管你啊 你会不会想 这是我的事情 我需要你操心 你 大爷 好好说 您坐下 大爷 你好好劝 别跟古大夫吵 好 好 古风 上次强威啊 我已经亲口告诉你 它是你救醒的 我只不过是 搭了个顺风车 我也从来没有瞧不起 你们古家的医术 我就是看不惯你 你这个人顾不自封 我告诉你 但凡能救人的医术 那就是好医术 你不要排斥 知道吗 我很感谢你啊 帮我们家任东 考上了中医大学 我呢 也必须对你 投桃报李 刚才我替老太太把卖 说实话 她的情况 比强威当初更为严重 所以我希望 你我能联合起来 一起医治老太太 古风你什么意思 老太太病成这样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你个死要面子的家伙 万一老太太病情有变化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你干得起吗 古风 我觉得 展大夫说的有道理 你就答应 跟他一起联手治疗娘吧 古叔叔 古大夫 好吧 我答应你 太好了 这就对了 准备好你的针灸用具吧 一会儿我们两个会诊 你 找我的药方到千元堂抓药去 好 丫头 你到厨房去 把那个什么元气茶煮好了备用 好 好 古风啊 老太太这次的病呢 我觉得呢 应该先从这里下说 我来帮你吧 你告诉我我要干什么 这些活儿你干不来的 没关系 再说了 我不想 引起强威的误会 我跟他又没有关系 干吗怕引起他的误会啊 正宁哥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我 好吧 我不是怕他 我是怕他会 借机找你麻烦 我听你的先回去 啪 你 我真是 你 你 你 ph 等等 你就没有什么 要跟我解释的吗 我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说 你 对 你跟忍东就有说不完的话 做不完的事 跟我就无话可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真的 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什么 不过我要警告你 忍东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们骨架 请你好好对待他 不要再用那种 不好的口气跟他说话 陈正定 秋月 再添点水 我只是要提醒你 离我的正定哥哥远一点 现在奶奶没有清醒 等他醒了 身子好了 我就会和正定哥哥结婚 我们 会生儿育女 幸福地过一辈子 请你离我的正定哥远一点 小姐 小姐 忍东是来帮忙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 强威 你干嘛打秋月啊 她是我们家下人 轮不等她说话 你有什么火 冲着我来 不要对秋月生气 她是我们家下人 我愿意怎么样 就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啊 强威 不要 你 你干嘛打他呀 你们在干什么 忍东 你身上怎么都湿透了 没事 阿姨 发生什么事了 秋月 你跟我说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别说 小姐莫名其妙地 泼忍东水 还警告她 不要缠着陈仲定 然后 我替忍东解释 小姐就打了我一巴掌 忍东替我挡着 小姐 就又打了她一巴掌 强威 秋月说的是真的吗 是 我是打他们 那又怎么样 你 你怎么可以打人呢 他们都是过来 为了帮咱们谷家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娇满 这么任性呢 你又不是我亲妈 你管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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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对不起啊 都怪我 因为我她 这不怪你事 是强威无理取闹 忍东 我知道你心底善良 不跟强威计较 如果 如果 强威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我会找机会 跟她好好谈谈的 谢谢您 阿姨 对了 展大夫 让你把熬好的元气茶 给送过去 我知道了 阿姨 阿姨 秋月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挨了一巴掌 让你受苦了 没有 受苦的人是你 你老是要平白无故地 受她的欺负 她就是这么又骄纵又蛮横的 难怪陈正定不喜欢她 只喜欢你 嘘 这话千万不能乱说啊 要是被强威听到 又没完没了了 好了 展大夫 让你去清元堂拿药 你都拿来了吗 还没来得及呢 我准备来拿篮子的 这不刚好碰上了吗 好了 你也快去吧 早去早回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去吧 我到底该不该当的 这枚金戒指 我 谭超 阿顺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你最近怎么样 还行嘛 只不过刚开始 总会碰到一点困难吧 那肯定 万事开头难 何况你是自己创业 肯定难上加难 不过我相信以你的干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一番成绩 谢谢你 对我这么有信心 那当然 你寒冲嘛 这小子 不过你在这儿干吗呀 何老板 答应让我代理他们家 几样中药菜 需要保证金 我呢 没那么多钱 所以只好把这枚金戒指给当了 这是金戒指 当然 纯金的 我记得我问过你 买一个戒指要多少钱 没想到你比我先买了 不过 你买这个戒指干吗呀 你要跟忍东求婚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跟他求什么婚呀这是 你就别跟我装了 咱俩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呀 我早就知道你喜欢忍东了 就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是 你说得没错 我是喜欢忍东 可是他喜欢陈正定 他根本不喜欢我 所以这枚戒指 一直都没有机会送出去 所以就打算当掉 他喜欢陈正定 难怪我老看他们俩走在一起 不过我听说了 陈正定已经和强威都合了八字了 他们俩结婚是迟早的事 我觉得 你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千万别放弃啊 好了 兄弟 谢谢你安慰我 没事 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 男人嘛 事业最重要 得有钱 对 没钱什么都没有 走吧 我当戒指去了 等等等等 你要当多少保证金 一百多块吧 一百多块 那我有啊 你给我回青元堂 我去拿钱 别别别 你的钱我真的不能用 这些钱啊 肯定是你将来跟秋月结婚用的 是吧 走吧 谢谢啊 你就别啰嗦了 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啊 我都说了我资源借给你的 再说了 你挣的钱以后 都分那红给我不就好了吗 走吧 这就不回事啊这 走走走 走吧 你在这儿等着啊 我去拿钱 你在这儿等着啊 阿顺 韩冲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看那时的你 说着梦想和纯洁的心意 回到秋间的餐厅涌出回忆 就这么哭着离去 多可惜 你说 看清自己 我为了你 才选择放弃 会遇到更好的人勇敢下去 自自自在我心里 你才觉悟 你离开后 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知道你继续管 流下的泪 多希望还能都轮回 你那紧紧锁住的眼眉 你离开后 你离开后 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 知道你继续管 我不 知道你继续管 请别忘记我 满藏尽的缘分 别再太认真的天真 别再太认真的天真 我还能做到 你会继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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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继续管